原标题 11月电影黑马 居然是这部电影所 没想到 没想到 在大片集体爆发的11月 居然出现了一批 小正大题材的电影黑马 它就是悬疑剧情电影所 口碑炸裂 引起营迷热议 改变了国产小正大题材 类型的一众槽点 让影迷们再次看到了 国产小成本 小正大电影的前景 真正的好电影 靠的是高品质的质量 和观众们的良好口碑 如果说电影所一开始吸引观众 我们走进电影院的因素 是因为悬疑 剧情 犯罪 伦理等时下吸引人眼球的元素 但是能够留住观众口碑的因素 绝对是因为影片跌荡起伏的故事 扣人心弦的内容 无法预测的真相 以及小人物人生的 真实写照震撼人心 引起观众共鸣 电影所围绕的都是 小人物的人生命运展开的 真实 接地气 就像我们身边都会出现的 普通人物一样 面临着生活的困难 人性的自私 各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隐藏在心中 压抑的人 频临窒息 但是为了活着 只能做出更多错误的 违法的 凶狠的行为 直到心中的那把 无情的锁被自己打开 自己有勇气 面对曾经犯下的过错 才是真正的放下 才会迎接一个全新的人生 这也是这部悬疑剧情电影 所延伸出的更深刻的意义 不是为了单纯的悬疑而悬疑 而是通过一部小成本电影 弘扬出更伟大的主旨 弘扬真善美 鞭榻假恶丑 在演员阵容上 电影所没有流量明星 但却是轻一字的实力派 香港著名影星黄一山 大陆老戏古董逆范 巴多与无限新生代演员高海鹏 张恩一 马迹 以林轩长演员加盟 创造了不俗的票房成绩 让影迷们看到了 小正大题牌电影的强劲实力 在剧情设置上 剧情紧透合理 尤其是男女主人公的人物境遇 社会环境等相互作用 一个肇事逃逸的货车司机 为了治疗儿子的病情 被逼走到人生的困境 一个遭受家庭暴力摧残 又遭受职场骚扰 最后以暴制暴的酒吧老板娘 这些都为剧情的发展 起到了合理的推动作用 其实电影所不仅在国内 有着不足的成绩 在国际上 更是斩获殊荣无数 包括成功入选 土耳其安塔利亚电影节 美国格兰戴尔国际电影节 智利康塞普西翁独立电影节 格拉斯哥 英国国际电影节半决赛 在威尼斯电影节亮相 在电影所首次上映的第四天 更是迎来入围好莱坞展映电影节 进入半决赛的喜讯 就是凭着精彩的剧情 观众们的良好口碑 这部悬疑剧情电影所 被称为小正大题材的经典之作 成为11月电影市场的一匹黑马 你错过了这部走新佳作了吗 没关系 11月30日 二次上映 并持续热印 精彩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